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熊猫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国人把熊猫叫做国宝 正在用各种办法抢救它 全世界的人也都喜欢它 关心它 中国已经给很多国家送去了熊猫 以前在我们国家看不到大熊猫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决定 要把大熊猫美美和甜甜 送给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动物园 昨天我和一位中国朋友 去北京动物园看着两只大熊猫 我们来到熊猫馆的时候 它们正在吃竹叶 样子既可爱又可笑 肥肥的身体 短短的腿 头那么大 耳朵那么小 眼睛像戴着墨镜一样 它们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有个小朋友大声地说 美美美 甜甜 你们就要去外国了 让我给你们照张相吧 美美和甜甜 好像听懂了小朋友的话 它们站在竹子下边 看着那个小朋友 好像在问 我们这么站着 怎么样 你照得上吗 我问旁边的一个小姑娘 美美和甜甜 就要坐飞机出国了 你以后就看不到它们了 你希望它们留在这儿吗 当然希望它们留在这儿 可是外国小朋友 也很喜欢大熊猫 它们也都想早点看到美美和甜甜 小姑娘非常认真地回答 我看着美美和甜甜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心里想 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 真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啊